混蛋!张通龙秘书遭官员羞辱 在市长室里面被夸张这种事情 是很荒谬的事情 匪夷所思 基隆市议员尤祥耀所说匪夷所思的事情 发生在9月6号基隆市长室内 基隆市卫生局长许明伦 因局内薄信女科员被投诉态度不佳 她提报惩处 9月6日当天 竟被市长纪要秘书胡亮良叫到市长室 她原以为是市长找她谈公事 但进到里头 却见到自己局内的薄信科员和她婆婆 对方先用力拍拉肩两次 质问 接着根本不理会她的解释 还拿着白布与剪刀丢她 她事后向朋友请教 才知这次骤人死的诅咒 吓得跑到行天宫收金 并提出退休 金融市长张通龙前天答寻时 表示对这件事情不知情 我去外面说去见他们 我根本都不知道 不过选民伦的说法却与市长有出入 进去之后呢 那个婆婆就有点不客气 她都边拿边讲说 啊这个 我没有碰到 还好我没有碰到 但是我很担心市长因为市长是碰到的 记者前天到薄信科员婆婆所开设的公谈 她当场替党 自称三太子俯身 对于市府内发生如此荒谬的事 议员痛骂 市长重农机要修辱一级主管 实在混蛋 动新闻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